全世界先進各個國家 他們都有禁蒙命法 目的就是保障社會安寧 確保社會的公共秩序得以維護 法令的制定並不是要去限制任何的自由 相反其實是希望應對一個 這麼罕見的暴力衝擊持續的情況 以達到一個止暴制亂的效果 香港的蒙面暴力活動 對香港的公共安全 公眾的利益造成了非常嚴重的侵害 禁止蒙面規律 它是合法 有效和即時的法律措施 指定這部法律 其實也是呼應了現在民眾 越來越希望表達自由 回歸理性的這麼一個呼聲 遏制當前不斷升級的 這個非法的暴力行為 當前很重要的一點就是 香港市民不應該聽信任何外部勢力的政治蠱惑 毫無根據的懷疑 歪曲香港特別行動區制定的法律和法規 齊心協力 愛護香港 發展香港 既然與新舞 Saint劉 在那時不斷升級的進入 2015年 總之 裁下